泡面掌声响起 根据这个统一开出了第一枪之后 他们宣布了知名产品满汉大餐要调涨 那现在又全出了同样是泡面大厂的胃单也跟进了 来尔夫超商证实就从11月17号开始 胃味一品会从原本的53元调涨到59块钱 一口气调涨的这个幅度是达到了11% 只逼60元了 让好多喜欢吃的民众大喊真的吃不消啊 也担心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泡面也跟着涨价 但是同样很受到欢迎的台酒泡面系列 今年还没有调涨的计划 至于另外一个知名的品牌维利超商业者说 目前是还没有收到调涨的消息 而经济部长王美华日前针对泡面涨价 曾经说了是反映人力跟物料成本是属于单一事件 不过随着未单也跟进涨价 这接下来会不会一片掌声响起 有待后续观察